好,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老师将跟大家分享老师的从业十几年的工作经历 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沉淀积累阶段 后继勃发阶段 调整过渡阶段 再次出发阶段 在沉淀积累阶段呢 主要有三个小阶段 老师从毕业开始做了两年的项目出纳 而且做了两个项目 第一个是构建、构并国有企业 第二个呢是单单的建厂建一个工业企业 那么跟所有人一样 老师最开始呢 都是艰苦的打杂 领导不做的事情我全部做 特别是在做项目 人不够 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炮得飞快的 包括新建办公室啊 建网络啊 打杂啊 什么都做 然后呢 在这个两年的过程中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收获 反而呢 成绩呢 被吞了 第一个项目呢 是因为我的领导 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因为比较弱势 被接耳目赶走了 那么相应的 我作为小兵 我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项目要发奖金的时候 我都看到奖金进账了 却没我的份 把我赶到另外一个项目去了 然后第二个项目呢 也看到奖金进账了 但是另外一个公司 子公司 缺人 领导呢 把我哄过去 为了响应 上面领导的要求 把我派过去了 派过去的时候 给我承诺 哎呀没关系 没关系 你去吧 到时候的奖金啊 职位啊都会给你的 这么辛苦 我们肯定都有了 你放心吧 你去吧 去吧去吧 但是 去了之后 再回过神 啥都没有 领导把肉和汤 全部喝完了 那么在这个结果眼上呢 感觉自己 真的 老受 老是受骗伤大 老受伤了 就感觉 财务怎么就这么难呢 而且呢 自己大学 没学什么东西 没学专业上的东西 又做了两年的出纳 没做过会计 怎么办呢 没人带 自己也不想去学 能不能走得下去呢 对自己来而言 已经从底气上来说 就不足了 也不自信 然后呢 在这个阶段呢 因为做项目嘛 应酬比较多 那么我的一项技能 就是酒量这个技能 得以充分的展现 总经理啊 连着有外事 全县的部门 主管都会很喜欢我 直接绕过我的财务经理 喊我出去喝酒 让我帮他们挡酒 小杨 今晚要搞到三个人 你冲第一个 小杨 电后 小杨 喝 好 在这个机会上 把我的领导的风头 全部抢完了 那可想而知 我的成绩被吞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时间慢慢地过 到了第三年 也就是 被领导骗到了 一个正常的经营公司 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和失落 去的 那么去之前呢 新领导 来这个电话 知道我没做过会计 做了两年的充当 他非常生气 就说 你做了两年的充当 也不知道 学习会计的东西 能能重复过来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噼里啪啦 噼头盖脸 就一顿骂 当时我还没去呢 所以说 话又说回来 我们这个领导的情商 是让人着急的 你那边缺人了 好不容易有个人 要过去 你还不知道 稳一下 就噼头盖脸 还没见面 那就骂 而且更可笑的是 我坐大把过去的 5月29号 下雨非常的大 竟然公司 没有人来接我 全湿透了 浑身 一脚深一脚浅的 找到宿舍 一看 没有床 同宿舍的两哥们 两张床 好 没有给我备床 怎么办 买 买席子 托在他们俩中间 没有被子 怎么办 买 冷怎么办 挺住 忍着 5月30号 我的前任 给我交接了一个早晨 对于一个 没有做过会计的人来说 而且在5月30号 会是什么 样的结果 大家可想而知 因为6月4号要报报表 两眼一抹黑 怎么办 啥都不懂 怎么办 而且当地的 那些大姐们 会计们 相对来说 是比较排斥我的 因为那个地方的文化氛围就是排斥外点 那我怎么办 我的解决方式是 打电话 求助我原来公司的大姐 打电话给总部的人 管软件的人 告诉 让他们告诉我怎么做 但是 强龙 不要低头蛇呀 好 那么自己 勤快点 嘴巴舔一点 让本地的 这个老会计 老大姐们 叫 擦桌子 扫地 拖地 勤快一点 手脚麻利一点 嘴巴舔一点 解解解 还有 快评证看 然后 通宵 加班 连续的做 求人呗 因为 徒弟要有徒弟的样子 所以 在这儿呢 杨老师告诉大家 刚刚毕业的 未来的财务总监们 一定要 低着下 身段 不要说你是 精英 你是名牌大学的 你是重点大学的 你就 就什么都不懂 你就很牛 你就厉害 别人文贫低 别人 不行 但是大家 记住了 教会徒弟 饿死 死腹 这么一个道理 有很多东西 是在书本上 学不到的 请大家 谦虚一点 虚心一点 去向老师傅请教 肯定会有收获 然后呢 老师 很努力地去学习 在六月三号的 晚上九点 把报表戳出来了 当时 一个人走出办公室 天上下着小雨 街上放着 很忧伤的歌 老师记得很清楚 当时就想 这个陌生的城市 我为什么要这么苦 找这么多罪干什么 我回家吧 回家有 蝶妈疼 确实是这样的 但问题是 我的蝶妈 供我读书 花这么多钱 我就这么打 对谈鼓 对吗 我还不能回报 他们呢 那既然来了 那就坚持吧 虽然很心酸 但是坚持 到了四号 我们领导回来了 逮住我 就劈头盖里 又狂骂一顿 又说我不争气 不学习 然后 我顿时火冒三丈 我想起 各种委屈 没有人接我 又痛笑 我告诉他 我说领导 你放心 你现在不要骂我 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掌控所有的东西 让你不用操心 你信不信 你现在不要骂我 好 我摔门就走了 那么三个月的时间 我努力地学习 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掌控好 把跟大家的关系 都搞得很好 领导一点都不用操心 领导也服了 过年的时候 涨工资 给我提了四级 一般正常就提两级 都不错了 领导给我提了四级 而且处处维护我 而且我在被人陷害的时候 他也 在顶着我 就说帮助我 给我做后盾 然后呢 在这种环境之下呢 也慢慢地长大 也慢慢地学会他防备 或许大家会有体会 不是说 我们作为财务人员 好心 然后教会 医务人员 前段医务人员 做报表 他就是能学会的 你这次教他 好像他会了 但是下一次 他还会做 更有盛事的是 真正碰到 问题的时候 是他做错了 你也教他 但是他就是做错 而且出了大错 领导 真正要追究责任的时候 他就说你没有教他 但是你拿不出证据啊 他脏水就往你身上泼 那个嘴巴溜的呀 你都白口莫辩 背黑锅 老师当时呢 背了很多词黑锅 幸好呢 有个好领导 给我顶着 但是就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老师又学会了防备 有了进步 也得感谢那些陷害我的人 怎么防备呢 他教来的东西 我让他打印出来 让他签字 然后我教回去 给他东西 也让他签字 不给电子纳 让他没有辩解的机会 没有陷害我的机会 不仅仅说是 出了事情 都是别人的错 自己 也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 会 留了漏洞 给别人陷害你 你也有错 好 就在这么一年的时间当中呢 老师 感觉到财务真的很累 否定了财务的专业路线 不想干了 就在 这个节骨眼上呢 总公司的 总公司的CFO 也知道 我做了两年的出纳 做过两个项目 有了成绩 成果呢 也被领导吞了 然后正好 这个时候 公司 急剧扩张 需要提出管 就派了 区域的财务总监 和一个大领导 来找我谈话 我当时正在气头上 我就说 我不干财务了 以我的性格 最好是做市场 您不要找我了 好 殊不知 这样就失去了机会 晚了两年 才生结果 也就是说 自己的心态 决定了 我的道路 到后来做完一年 到第三年的时候 第四年的时候 领导呢 要上一个 大型的ERP项目 把我抽调上了 总部 到他的身边 这样呢 我就能系统的 学习了 整个公司运营的流程 财务知识体系 经营架构理念的建立 同时呢 在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之内呢 相对来说稳定了 有一堆的朋友了 开始打球 开始运动 然后心态呢 就逐渐逐渐的 回转 在这个阶段呢 老师叫做 动荡 漂泊中 怀疑 财务职业发展 或许跟 在座的 某些人 是一样的 好 再过到 后级 波发阶段 最开始呢 因为老师的心态 已经调整好了 老师的领导呢 也看在眼里 那么 有一个机会 给了我 是一个新的项目 因为我本身是做项目出身的 一个新公司 从筹建开始 到最后的运营 老师在这个阶段呢 就偏向交集应酬 发挥我的喝酒的特长 偏向行政 也做市场 向管理转型 天天醉生 梦死的 喝酒 喝酒 应酬 应酬 整天 不是喝酒 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 然后呢 之前运动受伤了之后 然后又喝酒 没得排泄 喝了一年的酒 痛风发作 身体彻底的坏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还没有醒悟 然后到了 进入职业通道的第六年 有一个机会 就是 集团呢 迈出了 国际化的第一步 跨国项目 然后呢 老师呢 凭着关系 凭着自己的能力 在上百个财务经理之中 杀出一条血路 增到了这个位置 成为区域的 跨国财务总监 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从无到有 都是从项目出身 老师的各方面的 综合能力 都是指导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 知道了怎么去站队 怎么样保护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呢 老师还是在寻求 不做财务 要去转行 去做一些 没有专业性的东西 行政 做市场 不用考证 不用读书 多好 然后两年之后 家里出了一些变故 然后就申请回国 去做集团下员一个板块的上市IPO的财务经理 从中呢 提升自己的综合专业能力 IPO的核算体系的搭建 团队的建立 意识到了财务团队的重要性 在这个阶段叫做平台上升 寻觅转型 也不想做财务 时间 时间过温度到调整阶段 刚才老师说了 为了家庭 家庭除了变故 父亲 务病在床 没守过一天 最后 父亲过世 也没能守 也没能静下 所以说 痛定是痛 摆扇 下为先 就回国了 同时呢 媳妇呢 夫人 也在怀孕大肚子 我也不想错过遗憾 也不想像之前一样 没能陪伴孩子的出生 所以说 降薪降职回国 申请回国 守在领导的家门口 你不给回国就不行 然后回国了 做上市的IPO 但问题是 做IPO也很磨人 也是百费贷心 财务团队重新建立 市场通宵 奶奶说了 我早晨起来的时候 没看到你 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没看到你 你到底在干嘛 结果我想想也是 我回国的初衷 不是这样的 是为了照顾家庭的 我何必要这样呢 所以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辞职 换一片天空 不给自己留遗憾 所以说 老师当时辞职了 然后呢 辞职完 换了新公司的第一年 经过了深度的思考 领悟了工作 生活 家庭的真谛 目前进入到了 再次出发的阶段 首先是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不管我做什么 首先是要 家庭的和谐稳定 工作没有了 可以找 家庭 只有一个 只有和谐稳定的 家庭大后方 我们才能 安定的去工作 去拼搏 第二 只有我们的专业知识 提升了 我们才有底气 才有自信 在工作上 尝封 泼辣 那之所以 之前 老师要去喝酒 把身体喝肺了 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老师不自信 没有专业底蕴 只能通过歪门邪道 去提升自己的职位 但问题是 提升到那个职位之后 就有瓶颈了 要怎么样才能提升 找不到路子了 那怎么办 当然 还要搭建自己的班底 那搭建班底 那我拿什么去搭建 我怎么样给予我的团队知道 对吧 那还是要回归到专业知识 那一个团队要怎么办 肯定要有目标 那目标怎么去规划 一个框架 它肯定要有肉 那么老师想了很多 首先 中国知识 还有哪些行业 进行行业规划 还有专业技能 大家互相共享 互相学习 这样才是一个团队 树立共同的目标 要毫无保留地 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去发展 怎么去做事情 怎么沟通 互相进行鼓励 互相学习 考证 提升我们的专业知识 这样 我们的底蕴才能够沉淀 我们才能够再次的出发 好 那么说到这儿 有的学员就说 那老师 您不是说屌丝吗 你没看到屌丝啊 就看到您有很多技能 很有才呀 看上去也比较幸运呀 您甚至也挺快的 只是说 您放弃了国外的机会 挺可惜的 我们有别的方式 可以解决呀 好 那么带着疑问 我们将进入到下一环节的学习和分享 我们不许和分享 我们可以解决一下 有点 对 我们 不许和 现在 雨